猴子以灵巧著称 却还是被天敌轻松杀死 猴子的天敌就是黄猴雕 它是石肉木幼科鹿漆动物 又被称作青雕 蜜狗 因其体毛多为褐色或淡黄色 常常被当成黄鼠狼 它和黄鼠狼有很大的区别 黄鼠狼身材细长 四肢短 静长 黄猴雕的体型是比较粗壮 四肢较短 又因前胸有明显的黄橙色猴斑 所以被称为黄猴雕 黄猴雕主要分布在中国四川广西贵州等地 这里都为山地树林 丘陵地带 黄猴雕每天只在早晨和黄昏活动 主要捕食林社小鹿和幼小的野猪 像小鸡 白鞋 环景剂等体型大的野鸡类 黄猴雕也会捕食 平时也会吃一些野果浆果 如果在食物紧缺的情况下 也会吃腐肉或者潜入村庄 偷吃家禽 几乎没有什么不吃的 黄猴雕最擅长的就是速度 能够快速地接近猎物 在奔跑过程中 还可以进行极高的跳跃 当遇到不可敌的掠食者时 就会爬到树上 虽然猴子灵巧机敏著撑 但遇到更为迅速敏捷 且攻击力极强的黄猴雕时 猴子的优势将荡然无存 一旦被黄猴雕咬住 很难让其松手 黄猴雕不止攻击猴子 有时还会攻击大熊猫 所以黄猴雕是名副其实的动物杀手 可以和草原汉匪平头革命欢齐名 而且黄猴雕还是群居动物 经常以家庭为单位 猎杀体型较大的动物 一开始并不会直接猛攻 而是进行包围骚扰 从而消耗猎物的体力 等猎物体力下降后 就会群起而攻击 此次地咬住猎物气管 直到猎物弃绝而亡 才会进行啃食 现如今 黄猴雕的数量也在下降 原因是森林被破坏 黄猴雕可捕食的动物因此减少 再加上 它的皮毛有很高的商业诈集 因此 有大量盗猎者进行捕杀 现如今 在中国已经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但在全球 还是有很多地区 都有大量的黄猴雕生存 所以 黄猴雕还没有到宾威的程度 但 也要保护好 这一可爱又危险的动物 我们接着看 因为交配太疯狂而死亡的动物 应该只有带幼了 带幼 是一种体长只有61公分的带幼科 哺乳动物 是澳洲独有的品种 多居住在沿海地带 或沙漠草原地带 带幼的平均生命时长 只有一年 但 其十个月的时间都在吃东西 为的 就是在最后一个月进行反击 因为 最后一个月是带幼的发情期 雄性带幼之间 会因为交配权 而展开矿石大战 想要获得胜利 只能比谁更心狠手辣 获得胜利的雄性带幼 会寻找雌性带幼 找到之后 就会把雌性带幼强行拖走 然后 像一个强奸犯一样 就在雌性带幼 虽然雌性带幼也会挣扎 但 在力量差距下 往往做的都是无用功 雌性带幼越是挣扎 雄性带幼就越是凶残 雄性带幼会在交配过程中 次要雌性带幼 雌性带幼吃痛会反击 但 这只会让自己受到更隐瞒的对待 而无法摆脱的雌性带幼 也只能承受着痛苦 而带幼的交配时间 也大有不同 短的 只有三个小时 长的 可达一整天 而在发情期这个月里 带幼会进行交配 多达一千次 最后 雄性带幼就会体力透支的 趴在一个角落 如果没有同伴 给他送食物 他就会被活活饿死在原地 因为带幼的发情期 在冬季 这个时候 并没有食物可以吃 而且雄性带幼 生下来 就是为了以后繁殖后代而存在的 所以他们 会把仅有的食物 留给雌性 用于繁衍后代 后来 也有人为一对带幼夫妻 提供了食物 想以此 保住雄性带幼生命 但是 雄性带幼 开始身体机关衰竭死去 能从交配下 活下来的雌性带幼 需要承担 防御后代的全部工作 一生都过得很艰苦 还不如 终于过度死去的雄性带幼 现如今 随着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范围的增大 加上带幼 也是自杀式的交配 和天敌较多 带幼的数量 在急剧减少 他们 已经到了 兵临灭绝的程度 我们 接着看 他是黄鼠狼的近亲 也是肉世界的蒙面杀手 更是幼科家族的小老六 他 就是莲幼 莲幼成银鼠 白鼠 二 莲幼 因其体型细长 四肢短小 又特别的可爱小巧 在别的动物眼里 就是弱小的存在 常常蹦蹦跳跳的 来到小兔子面前 给小兔子表演节目 当小兔子 看到正开心的时候 莲幼就会来一个突然偷袭 直接咬断对方的脖子 拖着对方的尸体 就回了潮血 莲幼每天 会吃掉自身体重 大约三分之一的食物 在同体型的小型动物里 更是无敌的存在 每天 除了会捕食老鼠兔子 还会攻击 比自己大的鸟类家庭 每天 不是在睡觉 就是在捕食 据统计 莲幼每年 可以杀死 3500只老鼠 是我国的三有动物 对自然生态 有着重要意义 当老鼠比较泛滥时 莲幼就会 只吃掉其豆腐脑 把身体留下 常常 在莲幼的洞穴里 会发现很多老鼠的 无头尸体 所以莲幼 获得了洗脑狂魔的称号 莲幼 还有着两种皮肤 冬季是雪白毛皮 夏季 背上的毛 会变成褐色或咖啡色 是莲幼 赖以生存的保护色 它们多分布于 北方的台园 亚欧草原 半沙漠地区 和空空的森林中 有时 在农田和草地里 也会出现它们的身影 经常在白天 出来密食 狩猎范围比较固定 除非这个范围 食物匮乏 不然 它会一直待在这里 偏常 喜欢独居生活 六到繁殖七时 才会寻找办理 一般一个多月 又可以产下 三到七只幼崽 每年繁殖一到两次 因为莲幼分布 比较广泛 在一些以鸟类动物 为主的国家 为了保护本国鸟类 莲幼会被当成害兽 大量杀掉 此地区的莲幼数量 就会变得比较稀少 虽然莲幼外表 比较可爱 蹦蹦跳跳的 很惹人喜欢 但 莲幼的脾气比较暴躁 容易死亡 且没有成功的养殖方法 再者 它还是国家三级保护动物 并不适合 当成宠物来养